香菜不要 多放辣椒 蛋糕越甜越好 唱歌跑调 最爱夜宵 聚会只喝一杯 酒到爱穿起跑 喜欢撒娇 还有两包 没用的唇膏 剪招拆招 说说笑笑 姐妹之间的独吵 你喜欢安静 我爱热闹 看似会不达 却很卸调 就算什么不说 也能猜到 已经不需要 相处的技巧 你喜欢安静 我爱热闹 看似会不达 却很卸调 就算什么不说 也能猜到 已经不需要 相处的技巧 暗恋它好像会迷心脚 陪着我熬夜痛苦傻笑 我们之前没有经过打扰 等星座抱怀 电话就打扮 今天真是太幸福了 看了一天女神 我觉得我今晚都睡不着了 直播结束了 多得辛苦了 赶紧抓紧时间回家休息了 辛苦了 来丁总 辛苦了 来丁总 咱们这直播数据也太漂亮了 这些观众都吵着要定房链接呢 明天默默退房之后 这间房就可以接受预定了 好 不过我看啊 照今天这个证实 明天的客房根本安排不过来 咱们的基础设施也搭建完成了 后面的进度估计会很快 所以 预设了链接先挂上去 老刘 你安排一下 好 没问题 看来啊 咱们现在做的这件事情 要狠狠地在酒店历史上 留下一瓶 辛苦了 好 辛苦丁总 辛苦丁总 收拾房呢 马上 马上 翻机 翻机 走人 走人 好 晚上晚上下班不具体 思想的问题啊 拜拜 走喽 走 我想 lihat 健 reviewed 宝贤 你好 好 そして 辛苦了 效果很棒 謝謝 你還沒吃飯嗎 要不要一起 不用了 如果你想繼續留下來 總得學會跟我相處吧 如果這次我輸了 我自然不用留下來 跟你相處 但如果是我贏的話 恐怕是你應該好好學著 該怎麼跟我相處 辦公室裡和藏酒慶功 每句學的一套 跟誰學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 咱們必須慶祝一下 第一期修術率 就超過了莉莉周在的時候 不是 就算你們分手了 也不至於結聰成這樣吧 但跟我們倆沒有關係啊 重要的是 謝謝你替我爭了口氣 向莉莉周 向公司 向所有人證明 我的決定沒有錯 我可不是還跟你爭氣的 我是為了我自己 總之 謝謝你 希望我們 能繼續長遠地走下去 來 乾杯 對 唉我不能喝了啊 我兒子還是寫稿呢 沒事 說不定你喝了之後 更有靈感 不好靈姐哥 莉莉姐來了 好 她不是被建議乾了嗎 怎麼進來的呢 在節目裡暗示 我對你職場淋霸 乾得漂亮啊 你來幹什麼 我 我在這裡工作了十二年 我來這裡的理由多了去了 你想替哪個 怎麼談談 我是要跟你談談 我還要跟你們談談 叫我完了嗎 我不敢 剛才我從樓下一路上來 看到我的節目海報 全都換成了溫如雪 你們是不是忘恩負義的 也太快了一點呀 覺得我沒有話語權了 就沒有利用價值了 老玉 啊不 玉島 咱們倆認識十二年了 沒有人比你更了解我 在你心裡我是那樣的人嗎 就沒有人替我說句公道話了嗎 好 這太尷尬了 莉莉 不要這樣 那你要我怎麼樣 我在這裡工作了十二年 把這兒當家一樣 我勤勤懇懇的 你們還記得我是怎麼樣 一步步把莉莉秀做活的嗎 你們都是我招來的 都是我帶出來的人 包括你 然後呢 然後呢 就因為我過氣了 就因為我說了幾句 你們不愛聽的話 你們就把我全盤否定了 任由這溫如雪那個小偷 來竊取我的勝利果實 你 你在呢 真沒想到你已經有資格堂而皇吃地站在這裡了 真的是可笑 一個像你這樣 華仲取寵的人 竟然搶了我 你給我閉嘴 你給我閉嘴 竟然已經敢公然跟我叫板了啊 就為了她 原來你跟我分手就是為了她呀 難怪公司跟我解約的時候你一句話都不說 你一心想把這個野路子的女人扶到主播位子上 是因為她把自己也陷給了你嗎 幾天沒有人聽你說話你就受不了了 你剛才有一句話說得很對 你現在沒有話語成了 這兒的人沒有義務在這裡聽你自說自話 難受吧 快哭了 你知道 之前對你敢怒不敢言的人有多痛苦了吧 畢弟 差不多就行了 別讓自己這麼難看 什麼話你把手放開 現在不是你成槍的 放開放開 那我一會兒 放開 就算現在沒有人請你入節目了 你應該保有最後的體面 才有可能改變現狀了 不是這麼乍乍乎乎地 讓所有人都知道你很害怕 沒有一個人站出來聽你說話是吧 你是不是應該想想 你為什麼做人這麼失敗啊 不要像一個瘋子一樣 只知道撒破 管管你的女人好丟臉的 走吧老婆 朱老師 請吧 老婆 我早說 我怎麼做 沒問題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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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气了 你觉得他那么说你 我能不生气吗 我不应该生气吗 我早都跟你说过了 你不适合这个圈子 偏偏往里头挤 是不是又想说 干脆让我别干了 本来也没什么好干的 走吧 咱们俩远离 这乱七八糟的一切 去你的乌托邦 享受那美好的下场 我说的有什么问题吗 明明你心里边有诗和远方 为什么不去实现它呢 那里风景如画 远离人间喧嚣 我开个馆子 你当你的老板娘 咱俩每天耳鬓思摩 朝夕相伴 在养匹白马什么的 那不是 神仙眷侣般的生活吗 什么神仙眷侣 神仙眷侣 我现在憋着个劲儿 我恨不得跟人打一架 你是还给我卸火了是吗 卸掉了 卸掉倒好了 我倒想看看 你有多大的决心 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怎要干就好好干 干出个人样 让所有人看一看 别光顾着自己爽完就完了 你靠的是你的上半身 靠的是你的嘴 你的脑子 你天不怕地不怕的 心肝脾肺腎 对 这太吓我都哪儿了 什么叫像 根本就是 你要再敢给我打一次退档鼓 还不知道是不是 你要是不想接我来接 我没有什么 不好意思接的电话 晓岸姐姐 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你什么情况 你跟我说说吧 什么意思 启悦 既然你已经把那件事告诉了小杨 我也就没有什么好估计的了 你这么做 这会消耗掉我们之间的最后一点情分 对你我尽力了 明天我就会安排公司把之前那本书得到的所有板水都转给你 给你出书的事情 给你出书的事情 我也安排了编辑联系 以后你有什么困难 我还是可以帮你 但是 请你学会对你自己的生活负责 对你自己负责 我会让你记得 你这个真美味 起来 你吹 Trail 回去 终于 江湖 海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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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早 好早 丁总 我们会进退房了 一切顺利 制作发较很好 该地窟看到了 现在哪儿呢 都等于人庆功呢 马上到 来 都有都有 谢谢丁总 这个呢 是我个人的小心意 之后呢 还会有公司发的奖金 谢谢丁总 对了 丁总 我刚听客房部的人说 咱们智能客服的 预定已经排到下个月了 而且 集团这边呢 已经批准了预算 打算拿出五十间客房 来进行全面改造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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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下咱们丁总可稳了 莎莎再做什么 也比不上咱们的业绩亮眼 那肯定有呢 对对对 不能浮躁 平常心 平常心 好好工作吧 好嘞 丁总 谢谢丁总 好嘞 打火机 嗯 完了 没跟你说话 我在里面好像做直播呢 咱们酒店上热搜了 各位 那上次路上那个男人 那是个什么男人 我都不赢了就没钱 莫莫要控告咱们酒店 智能客房信息泄露 下次让个照片有钱 莫得好吗 各位 我们已经收到了 对方正式发来的临时案 对方要以泄露 个人隐私的名义起诉 并要求我们对莫莫 公众形象所造成的损失 进行赔偿 这声音数据是 酷义的设备采集的 网络也是他们搭建的 那会不会是他们那边 出了问题 不可能 酷义是不会泄露 客户的隐私的 又是酷义 咱们两家公司的 气场犯冲啊 丁总 哪里出现问题 自然是要调查清楚 可是你把这种 未经检验的 所谓先进科技 这么激进地 非要引进到公司来 这本身不就是大问题 自打你来了公司 什么事情 都绑着酷义一起做 怕不是跟迪斯卡 有什么猫腻吧 莫莫 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们现在需要做的事情 是解决问题 不要对客户提出纸 好啊 解决问题 给我三天时间 解决不了 我引就辞职 现在呢 还不是规则的时候 把问题解决掉就好了 我希望大家 不要只会分享 自己胜利的果实 而承担不了任何意外 如果你希望自己 被公平对待 请你公平地对待别人 抱歉 给大家添麻烦了 公司随时可以 对我进行调查 如果查出有任何问题 我绝不逃避 我绝不逃避 你不是一直嚷嚷做饭吗 怎么还臭美上了 做了呀 哪儿呢 那儿嘛 不是 就那儿还用做啊 哎 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这怎么不用做了 菜不用洗吗 啊 这个 不用我放沙拉像吗 不用拌吗 多健康啊 嗯 行行行 我 怎么了 段旭 你眼睛要于伟文了 我帮你抹一点 我还没眼霜 哎 别别别你停停停 你 你自己摸你自己摸 我这切菜呢 我就忙着呢啊 你看 你看你自己拿你自己拿 我这切菜呢 喂 妈 希希啊 你干嘛呢 准备吃饭呢 一个人吗 没有啊 跟段旭 哦 你找个方便说话的地方 妈妈有事情告诉你 你说呗 段旭妈妈管咱们家借了十万块钱 她说要买保健品 哦 哎 妈 我着急出门 一会儿回给你啊 呃 我要下楼去趟超市 买什么呀 我想喝饮料 冰箱里有可乐 不 我不想喝可乐 我走了啊 哎哎哎 那个 你去接着给我带一瓶酱油 生抽 哦 好 嗯 快点回来啊 哦 一会儿我就做好饭了 你去 哦 我再听 哎 那所以 你到底借了他没有啊 借了呀 你爸说了 人家都这么开口了 怎么好意思不给呀 他妈妈专门讲了 让我们千万不要告诉你们 尤其是段旭 妈我跟你说啊 这个事情 不能跟段旭说了 他知道会生气的 你也千万先别告诉他啊 我和你爸爸本来就没有打算参合他们家的事 你爸说了 这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就当是之前 段旭在你爸爸住院的时候 跑前跑后的一个人情 好了 反正也没指望他们家回来 妈妈今天给你打电话呀 就是要郑重地警告你 从今天开始 你不要再和段旭有任何瓜葛 为什么呀 他爸妈借钱 我跟段旭怎么了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啊 他爸妈借钱他们会还的人 说是借嘛 就算他爸妈不还 段旭也会还的 我了解他他一定会还给你们的 这不是钱的问题 而是我不可能让你和这样有麻烦的家庭扯在一起 你知道吗 妈你想得太严重了 没有那么严重 你在想什么呢 你不要跟我讲 妈妈是过来人 知道什么样的人不该嫁 你要是跟段旭结婚 你以后肯定会后悔的 总之 我不管你现在和段旭什么关系 一定要断掉 否则的话我亲自出马了 到时候我要讲的话 那就比你难听多了 妈 妈我跟你说 你 你别乱来啊 妈 回来了 怎么这么半天啊 嗯 我不知道买什么盒 我看饭都好了 吃饭 哎 对我酱油买了吗 哦 买了 这个 这个 怎么是老抽啊 不是跟你说生抽吗 都是酱油 差不多吧 那反正都是在一块儿过日子 干嘛非得结婚呢 都差不多 哎 你怎么了 吃饭 哦 那个 叔叔阿姨 最近跟你联系了吗 没有 怎么了 哦 我就是在想 好久没有去看他们了 不是想啊 等过了这阵子 等我拿好了提成 我就把我父母欠的钱 一次性都还清 我这苦日子 总算有点盼头了 哦 你这鬼儿摸脚的事 想问我跟我妈 说没说 咱们俩订婚的事吧 哦 对 你跟你爸妈说了吗 我 还没有 我怎么说啊 你都没说 万一你放我哥子怎么办 你看你啊 你可真记仇 这样 等我这次回去 我就跟他们说 好不好 嗯 这样放心了吧 嗯 吃饭吃饭 来 来 尝尝我的手艺 我也尝尝你的 嗯 好吃 嗯 你可真会掐点啊 我快要录节目了 赶紧说什么事儿 哎呀 SOS紧急求助啊 哎 我跟你说啊 我这里遇到很大的麻烦啊 我必须得马上怀孕才行啊 别犯傻啊 这种事情是随缘的 我又不是送子观音 你是你是啊 你就是 你就是 你就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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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纸跟没有双保险 肯定是我的 试纸跟没有双保险 我回来了 人呢 带一些 哎 哎 别别别别 我跟你说我今儿一天没吃饭 让我先吃个东西行不行 哎 怎么又 吹了吗 哎呦 哎呦 别别看 钟老师你多长时间 十五分钟啊 十五分钟 来 够了 抓住 哎 哎 你看不起谁呢 哎呀 你今天怎么废话这么多 我那个我一会儿我先洗个澡 然后把球呢好好看完 看完之后 我得向你下站输 少敷衍我 我知道你一会儿要开电话会议 少骗我了 干嘛 哎 你干嘛呀 我这洗澡呢 你是不是吃做什么药了 哎 哎 哎 大姐 这条路对吗 哪像有饭店的地方 嗯 导航就是这么说的 那个 你再往前看看 再往前看看 再往前看看 再往前 前面是死路口啊 嗯 嗯 那 这也挺好的 嗯 你不觉得 这儿 特别安静 特别刺激吗 呆心 大伙儿您想干嘛呀 你说我想干嘛呀 哎哎 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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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呢 你们聊 啊 那什么 我我我我我我 这个凳凳子换了 啊 这里不让停车 这这前面能走吧 不能走了 这吊头走吧 趕快吊头 哎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麻烦你了啊 你现在等下来走走走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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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 你上去吧 我不要 说好了要一起住的 本来我们不也要订婚了吗 你也知道啊 那我都答应你订婚了 你为什么不能给我点时间 你要一直这么逼我呢 我们没有时间了 呗呗呗呗呗呗呗 你不会得这么绝症了吧 哦 医生说 哎 得得得了吧 你又不会撒谎 你还是省省吧 我跟你说你这个人啊 只在乎自己想要什么 我已经一再向你妥协了 我现在就是需要一点时间 说服我自己可以结婚 你为什么就不给我这个过程呢 我觉得咱俩 还是冷静冷静吧 你这种相处方式 我有点接受不了 您上吧 我想去想想要做的 那对 你有没有事情 你怎么办 词曲 李宗盛 这么多年 练习了这么久 我终于化成你的样子 只要来练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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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好吗 又是你吗 怎么会是我呀 杜珈牧说 之前是你故意让我找不到她 那是因为我不想 我不想让你因为太在乎她 所以让她对你造成的伤害更大 小杨 小杨 事情都这样了 你还不相信我吗 她的账号 她的话封你的故事 她现在是怎么对你的 当初就是怎么对我的呀 要不是因为她 我根本就不会去偷的 而她故意不救我 就是为了让我 没有还手的余地 杜珈牧对我和对你不一样 她不可能这么对我 我要去找她问清楚 没有用的 只要她想 你就根本没有办法找到她 你看看我 她假惺惺地来找我 口口声声地说要补偿我 结果呢 结果她还不是拿着我的原稿 也知道我没有任何 可以控告她的证据 所以我就又被丢在这里了 你的原稿也被她拿走了 对不对 所以你找到她了又能怎样 她是不会承认的 谁啊 像我们这种无名小族 我根本奈何不了她 她就是个骗子 我是真的 真的不希望你像我以前一样傻 不要再对她抱有任何希望了 好吗 没关系的 别害怕 你还有我 对 根据我们的检测 网络没有被入侵 对 也没有任何的外部数据 接触的痕迹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 那段录音 不是通过咱们的智能设备 泄露出去的 对 肯定不是 不会又是莎莎搞的鬼吧 不会又是莎莎搞的鬼吧 咱们这次盯得这么紧 莎莎应该没有机会下手吧 那会是谁的 这么做 对其他人也没有任何好处啊 那技术员的意思是 那录音是用其他设备录的呀 对 手机或者是录音笔 那要是这样的话 这个设备肯定不在这个房间里 咱们这样的时候抓不到 重点是 它的设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放到这个房间里的 只能是直播当天 因为直播之前 技术员专门用一起检查了屋子里的 所有电子设备 就是为了确保客人的隐私和直播安全 当天的话 除了她本人 还有谁进来过 不会吧 只有她助理进去过 难道是她 没理由啊 这么做对莫莫没有任何好处啊 不会是她们说好了联合起来 炸咱们的赔偿费吧 拜托 莫莫缺钱吗 反而是她现在人设崩塌了 对她影响更大吧 要是有这些功夫 多做一场大直播 不全回来了 难道是因为 小助理被欺负得太久 想要报复啊 莫莫姐 对不起 对不起 不好意思 小朋友我有点紧张 看一下她进电梯前的画面吧 所以你确实是听到了 是客房经理擅自替她刷了电梯的门 现在楼上正在拨着呢 我可不敢因为这种事而打搅她 您就帮我刷一下电梯吧 更何况 你不是已经认出来我是谁了吗 难道还对我不放心吗 这个 兄弟好 请 谢谢 再见啊 您的房间已经开好了 这个是您的房卡 谢谢 她怎么都不在理你的 这级别没你高吧 恒包前景总 我们 有些忙不过来 这是借口吗 还是你要去问问你们的Styla 是不是一句她很忙 她就可以什么工作都不用做了 那么我认为我们是不是应该 管好自己的员工 缩小员工权限才更重要 能攻破网络的人 在少数 并且会有进可寻 但是人心却难以预测 听说 如果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就要被迫私支啊 我会解决的 那就好 要不然我就白申请转账 还得给你到别的地方去 你可以转账啊 嗯 师父帮我争取到了一个名额 恭喜你 我还有事 改天给你庆祝 嗯 加油 我的女战神 找我啊 坐 这是要说什么了不起的事啊 专门找我过来 还非得把门关上 咱们的酒店是不是有规定 未经住店客人允许 以及上级特批的情况之下 员工是不得擅自地 替任何无关人员 或者是访客 刷员工卡进入客房区域呢 你就问我这个呀 你自己去看酒店守则不就行了吗 那如果有这种情况 如何处置 一经发现 若未造成不良影响 则做警告处分 那如果是造成了不良影响呢 停职查看或者开除 相关上级承担管理不利的 连带责任 你究竟想说什么呀 看来你对你的手下管理不利呀 这能看出什么呀 说不定也是客人自己允许的呢 你可以问问你的手下 如果他不承认 我有证据让他承认 这个未经允许 就进入客房区域的人 就是默默的助理 那个把酒店推上风口浪尖的音频 也就是他罚的 这个未经允许 请问一下 这算不算是 严重的重大不良影响呢 就算当时我们去找客人确认了 客人也会同意让他上去的 毕竟他是他的助理 又不是陌生人 你确定吗 如果公司知道了这件事情 你觉得是会让我来承担责任 还是让你来承担责任 你像怎样 这件事情现在除了我之外 没有其他人关注 当然 我也可以保你这一次 不过如果 这件事情最后是从我手上解决的话 我希望以后 你不管是在我身前还是在身后 都最好给我老实一点 看来丁总继咱们这些小兵之后 又要收了一枚大奖 这么说来 咱们丁总是不是要开始做战略布局 我们是不是要开始全面反击了 丁总 你们几个 带上你们的笔记 跟我来 好 去哪儿啊 你管去哪儿了 人家怎么对了 哎呦 破皮带了 出发 走 快快快快 干嘛去 不知道 我想我们的消息没有错 既然泄露信息 是由你们公司内部矛盾所引起的 就与我们的智能设备无关 是不是就可以对我们撤诉呢 就算与你们的智能设备无关 这个酒店也要负责任 唐纳一个五星级的酒店 安保措施一塌糊涂 你们的工作人员也很疏忽呀 竟然让一个小助理 轻啊一举地上了默默的房间 很抱歉 这部分 的确是我们的失误 可是这房门 是默默自己开的 而且在房间里面抽烟还有骂脏话 并不是我们安排好的内容 如果不是自己无懈可击 我相信恐怕别人也录不到这样的证据吧 既然你们是来求和的 那你们是不是应该有求和的态度啊 再说了 就算我 就着你们的错误不放 你们能拿我怎么样 默默小姐 你恐怕误会了 我这趟来拜访不是来求和 是来做交易的 Zither Harp 某一天突然间看透自己的平凡 每一天突然间看透自己的平凡 更自然 更自然 梦一天突然间发现 从来没有永远 究竟别再留恋 相遇相恋相伴相伴 离别聚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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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心爱着剩下的 交给时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